釋迦佛他出家 他这里导师有说到这个过程 那他说他是 我们先来看导师的书好 那么说世尊到野外去游山 顺便看田间的农冷 看了农作的情形 不觉引起无限的感慨 不能平几的平容的饥渴饶饥 又不得不继续工作 不能众生的自相残杀 不能老死的逼迫 他说这种世间大苦的感觉 是深切的经验 是将自己的痛苦 众生的痛苦打成一片 见众生的痛苦而想到自己的痛苦 那么主要是在这里 那么这个过程 我们稍微来讲一下 那么我们这里讲到 他前述说 见他老病死而不自观察 那么事则宁悟人当有核心律 就是说假设 你看到别人的老病死 你不会想到自己一个老病死 那么这种人跟路透人一样 是没有心的 是没有心 就不会想的人 不会想的人 就是他想不到那么远 那么就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那不会想太远 就是不会想的人 没有心的人 那么如果从这个火的传记里面来讲 他大概是 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 我们说他先出言有关 那前面有三次 分别见老病死人 那么他见到的一开始是非常的惊讶 后来就在想 那么 自己也会这样 这个也让我想到 我为什么出家也是这样 我以前从小到大没看过死人 真的没看过 我知道有人会死 但是没有亲眼看过 真的没有 因为大部分人死了 都是光彩 我们都是看到光彩而已 我们没有看过死人 因为我们家以前 我爷爷奶奶那个时候都 还不是很老 还怎么样 他是很从小就出来了 所以 我从小到大 大概到我国中以前 我都没看过死人 没有看过 但是看到棺材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棺材经过的时候 我们门都要关起来 等到棺材过的时候才可以打开 以前都这样 所以 其实棺材也很少看见 那 因为你不关起来 就怕那个死人会跑进来 以前是这样的会害怕 就常常关起来 慢慢都赶快关起来 有棺材过赶快要关起来 所以即使这样也没看到 那么有一次我看见死人 我就因为这样 就是说我们说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台南都会 我们住在南区 关里那边 靠近截定 我们那个是有一种出海口 那么那边 常常会淹水 每次淹水 那个雨温 台南那边也很多养鱼的 那个雨都会跑出来 那么很多人就会去抓 真的 以前的那个水没有那么脏 真的不脏 那个水垢里面还有雨的 真的 现在就很脏了 就没办法了 一天 那么很多人去抓雨 那么我们旁边刚好邻居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阿伯他去抓雨 他就淹死在水里面了 三天 不知道三天啊 四天之后 才找到尸体 他淹在水里面的时候 大家都在找 很多派警察有去找 很多人去找 找不到 因为水还没退 其实水都淹到这里 我说淹到这里 真的 然后 他 因为水都淹到这里 不知道哪里是河 他掉下去 然后就起不来 不晓得 都 尸体都找不到 不知道四天还是三天 四天的样子 还三天 浮起来 尸体浮起来 大家都找到了 很多人都跑去看 我们也跑去看 你知道那个 近三天四天 那个尸体是不好看的 浮走 然后 我就看 我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 看见那个死人之后 然后家属在旁边 全胸肚子就哭啊 怎么样怎么样 哭声 然后那个死人的印象 我非常的清楚 我第一次看死人 非常的震撼 回去之后 半年的脑神经衰落 没办法睡觉 完全没办法睡觉 那个死人的印象 一直浮起来 一直浮起来 那我就会想 人会死 以前小时候就知道人会死啊 但是没有 不会想 不会想说人会死 就 知道自己以后也会死 但是没有想那么多啦 没那么深刻 那个不深刻 就是知道也会死 但是 没有想到 慢慢慢慢看见他死相 而且又那个死相很难看 那么就开始心里面想 人为什么会死 那么 每一个人都会死 我也会死啊 就开始想我也会死啊 那开始想我也会死 我就开始想 那我死了是怎么一回事 就开始想我现在死了 那我存不存在 假设我死了 就我要永远消失了 那之后生起大恐怖 从那一天之后 每天只要躺在床上 就想起我会死 我会死 我会死 那个心就起大恐怖 真的没办法睡觉 那时候我还读 我记得还要读 国小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 久了就脑神经衰落 记忆力不好 就是到了晚上就起恐怖心了 因为你也告诉他 不要想不要想 没办法 他就是会想 我死了 然后我永远消失在这个世间 又想越恐怖 不想又不行 想了更不行 真的是这样 后来那种经验非常深刻 就想我也会死 我也会死 人到底为什么会死 死是死到哪里去 到底有没有灵魂 天天在想这个事 真的 第一次看见死人那个震撼 就直接想到我也会死 我看见病人老人都不会这样想 看见那个死了 哇那个实在是因为没看过 而且第一次看就那么震撼 那个整个脸都浮起来 然后那个旁边的家属哭到啊 垂胸顿足哭到不行啊 所以那种影像给我非常深刻 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看 人为什么会死 就哲学的书啊 就看了很多这种书 然后基本上啊 像就是他会隆起 引起你内心的那种 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那么老病死苦 释迦佛 你看他看见老人病人他就会想 然后看见死人 那么他就开始 这个是分三次啊 三次出源 那么三次看见 然后他回来他就没有心情了 但是他不像我这个严重 我就开始没办法 晚上都没办法睡觉 可是很奇怪 白天不会想 他晚上只要躺在床上 你就会想 你就会想 他就害怕 就开始害怕 刚才说 有时候我们关的不对 就是你想的不对 你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忧郁 越想越生气 比如说你关不见 关不见你 想法不对 你越想越生气啊 称赞自己啊 这个身体这么脏 就这样 你关成功了就这样 那你关老病死的话 那么你如果关错了 那么你也就是 也会像我一样 我就很害怕 很忧愁啊 就是一直担心 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万一死了 真的死了怎么办 又怕自己死 那么又担心 又不知道哪一天会死 又不知道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 到哪里去 就会有忧愁的心出现 这种忧心啊 我们叫做忧心忠忠忠忠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要了解到 这个就是你对无偿 只了解一半 所以你看得不彻底 老病死是正常的现象 老病死是正常的现象 那么因为一般的人 会忧愁会害怕 是因为老病死之后 就是不好的 老病死之后就是不好的 就好像一般的人会怕鬼 是把鬼连结到不好 我看见鬼我就会衰 我看见鬼我就会倒霉 我看见鬼我就会被鬼伤害 所以你才怕鬼嘛 对不对 如果你看见鬼 鬼就会给你送钱给你 你看见鬼 鬼就会帮助你 你看见鬼 鬼就会保护你 你看见鬼会害怕吗 不会啊 所以他之所以会忧愁恐怖 是连结到什么 连结到不好的 连结到不好的 当然是如果你连结到好的 当然你也不怕老病死 但是这里一开始 其实就是说 一般的人是执着 执着你要让他看到老病死 但是如果你一直只看到老病死 那么你就变成执着老病死 你就变成执着老病死 那个也错误 就好像叫你观身体的不静 是因为你执着身体的亲近 执着嘛 执着自己的身体 执着别人的身体嘛 爱乐揽着嘛 所以叫你观身体的不静 他是要对峙你的颠倒 静颠倒嘛 不静的你看成静 但实际上他也不是不静 为什么 因为这个身体 如果死掉没有了 他哪来的不静 那么静跟不静 他都是对峙的而已 他并不是真实的 在真实的 我们说第一地里面 他没有静不静的概念 没有静不静啊 但是说不静 是因为多数的人 多数的人都执着清静 所以为了对峙你对五欲的贪恋 告诉你 诸行无常 诸受试苦 身是不静 告诉你这一些 那么来对峙你平常的贪恋执着 叫做颠倒嘛 但是如果你执着了 身是不静的 他起参参心啊 自杀死啊 很多啊 那执着 执着这个人是会老或病的 会死的 那你天天想老病 天天想老病死 天天就在那边坐着想老病死老病死 你就会忧愁 忧愉 那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 就变成你执着老病死了 那么因为有些人就执着我年轻 所以我正青春 所以我要把握青春 所以因为这样 你在正年轻的时候 正有力的时候 你不会休息 那么你要知道 这个身体不是一直保持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是一个过程 那这种过程基本上 它没有什么就是一定好 就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即使还没有老病死 他也怎么样 他也痛苦啊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人老病死来了 他也不痛苦啊 很多阿罗汉老病死他也不会苦 他生苦心不苦啊 他有什么好害怕的 重点就是 你要去解决这个事情 就好像 那人有 人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生病啊 对不对 那你一直害怕 那我有一天会生病 我有一天会生病 那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那你就好好 好好好好好 这个照顾自己的身体 运动啊 或是像现在 像现在这个疫情 如果三年了嘛 好像三年了嘛 对不对 你一种疫情开始 你就担心 我可能会得 我可能会得 你就担心三年 这本来不会死的 因为担心就死了 那么如果你知道 那会不会得 不知道 就算得了 那么也看个人的福报吗 对不对 看个人的福报 有轻重症 看个人的福报 有后遗症没后遗症 那么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你就不用担心他 你就是啊 就像你不用担心疫情 就好像你不用担心老病死 但老病死一定会来 但是你不一定会来 不一定啊 像很多人到现在 也没有染过疫啊 对不对 很多人都没有染过 像我也没有 我到处讲经 这么讲这么讲也还没有啊 那么 但是你可能会有啊 那如果去担心这样 你都不要出去就好了啊 那你说不出去 就不会有吗 也很难讲 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个 但是你就去注意 你注意让自己的身体保养好 那你会有老病死 老病死是不是会变成苦 这个是不一定的哦 一般我们是说老病死苦 但是有一些人不老不病不死 他也苦啊 有一些人老病死来了 他也不苦啊 佛陀老病死会苦吗 生苦心不苦 实际上不苦 但真正的苦是心啊 心在受苦 有苦 但是像阿罗汉 那么佛陀这一些 甚至是出国恶国三国的 基本上他也不太受苦 他会苦 心会苦 但不太受苦 那我们尽量在还没老病死之前 让自己不怕老病死 你要来就来 对不对 我吃千饭等待你 对不对 那没关系啊 真的啊 你不用担心这种事 一种 欲换敌之不 就是欲据敌之不来 无由于代之 我们不怕他 对不对 那你知道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一定会有老病死 但是我不怕老病死 我怕的是 永无止境的老病死 叫做轮回吧 对不对 永无止境的老病死 才是可怕 我不怕生病 我是怕 一直生病 不会好的病 对不对 一样啊 病又会好 那有什么 有什么好害怕的 问题是 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而且都不会好 这个才是我们要害怕的 对不对 一样啊老病死也是这样啊 真正应该害怕的不是老病死 而是永无止境的老病死 叫做什么 轮回 其实啊你这样知道你就 所以释迦佛也是这样啊 他一开始也是 他感到对于这个感到忧心了 那后来他决定面对他 一样啊 他就是这个过程啊 那谁都不愿意嘛 谁都不愿意有老病死 但谁都不能脱离有老病死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说 谁都不愿意的可是谁都会有 所以就是聪明的人就直接去解决他 面对他 我不怕你就是我不怕他 但是我也不是去迎接他 但是我在他还没来之前就好像你 你很怕你很怕贼 那么你把家里弄好不怕敬贼 那敬贼来的你有公屋 那么一样你不怕他 你不怕他他就怕你 那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像因为老我们是知道 未来会渐渐老 病是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都不知道 但是不管他什么时候来 不管他是什么相状 我都不怕他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老病死 但是我相信 如果因为我这一生的休闲 我老病死之后 我会更好 对不对 像你生到天上不老不病 他只有摔下 他只有死 死也没那么恐怖 那么其他的地方就更恐怖了 到第一三二到二就更恐怖了 更苦了 更苦了 那我们应该要庆幸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得人生 还可以闻佛法 所以 最好的机会解决老病死的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那么其他的人还不知道 也知道了也不去解决了 那我们抓到最好的时机 所以趁这个机会 世界是有老病死没有错 佛陀也讲嘛 因为有老病死不可爱不可依不可恋 所以才有佛 因为有老病死 才会促成我们修行啊 今天如果是 过得跟天上一样 每一个人都活两千岁 到一天他会这样 而且 不老不病 等到两千岁寿命禁的时候才离开 你会修行我也不相信 真的啦 而且失一得一失死得死 你家里面也不用存钱 天上没有银行 没有食堂 他不用去跟做 他想就有 没有做衣服的 他想就合身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开始 你有用不完的 就是你也不用钱啦 因为你有用不完 你吃穿住 都不用担心 而且你不会老不会病 但是你会活两千岁 两千岁到的时候你才会死 我告诉你 你会修行也要等到一千九百九十九岁 你信不信 真的啦 可是 你一千九百九十岁死了之后呢 因为你以前太想了 忽然间间 那你不可能再往上升嘛 因为你不会修行 只有人 只有人会修行 其他的三二道 想修修不了 天上 能修不会修 那么 做人里面 外道 也修行 但是 不能解脱 方法不对 一般的凡夫 没有修行 没有想到这里 一般的人想不到 那么有一些人想修行 但是修行的方法不对 也不能得解脱 只有 只有人 会修行 只有佛弟子 会修行 而且可以得解脱 那我们是掌握到最好的时机啦 那你一想到这样 再想到老病死 那你就觉得老病死不可怕 那你知道吗 那你就知道 那 正好有老病死 我才会修行 所以释迦佛有讲嘛 因为有这个伤法 不可爱 不可义 不可恋 释迦佛才会去出家嘛 释迦才有佛嘛 那释有佛才会 解脱了之后 来告诉你 你要看见这老病死 而且要依着老病死去什么呀 去求解脱 所以四弟第一个这个苦地嘛 就是因为有老病死苦 那在生死之间有院政会 埃伯里丘比德 有无产苦 积聚皆消散 就是你拥有的 这些再多的东西 它有一天也会没有 崇高必堕落 你的名声 你的权势 也会没有 何会要当理 你的这个眷属都恩爱也会没有 有生无不死 你的身体最后也会没有 那你想到这样 你不会因为无常而忧郁 你不会因为无常而忧郁 你只会因为无常而精进 你不会因为老病死而忧郁 你只会因为有老病死而什么 而精进 其实是这样 观念对了就没有问题 那么第一个是出炎油罐见老病死 老病死苦 其实是苦主要是苦 那么第二个 这个是分三次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在出炎的时候 隔了一段期间 因为他回来了之后 回来了之后就心情很不好 释迦佛也是这样 回来看见了心情很不好 一直想所有人都会有老病死 我以后老了怎么办 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死了之后怎么办 你不会想你就走错路 像我看见有很多年轻出家的 年轻出家不简单 真的 当然我自己也是年轻出家的 但也不算年轻了 我应该是27岁出家 但是还有更早的 我看见有很多年轻出家的 那么他出家是一件很好的事 就是要解决老病死 但是他也跟世间年的 翻新爷儿老病死一样 他说因为他年轻出家 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 那有一些中年出家的 有时候还有儿子供养 还有先生或太太供养 会照顾他 他年轻出家父母一定不在了 等到他老的时候父母不在了 他又没有儿女 那如果有徒弟还好 如果没有徒弟那又没有 所以他就很担心老了 生病了 没有人照顾 死了没有人处理 所以他先怎么样 先赚钱 赚一点钱 然后做养老基金 做生病基金 可以请人照顾 可以请人处理 没得住没得吃 就担心这个 那么整天都变成整天在赚钱 然后赚了一点钱又觉得 本来觉得一百万就够了 后来觉得这个消费指数越来越管 钱越来越保 又觉得一百万不够 要赚一千万才够 就这样 然后就开始用钱来赚钱 就要想要赚很多的钱 那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真的 就开始 那觉得 在其他的道场就不习惯 所以就开始去买公寓 那又要钱 所以就开始去赶金颤 那都是为了怕老病死 可以方向走错了 因为 忧心未来的老病死 他出家 老了没有人照顾 他害怕 没有地方住 这个道场不给他住 他没有地方住 所以要有自己的家 要有自己的钱 但是 真正老病死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一样做不了主 那么你这样想是错的 你知道有老病死 你不是说那我先存一点钱 我不怕他 我告诉你 你有钱也没有用 你有家也没有用 真的 你要有什么 有道 你要有道 有福报 有智慧 就是主要是智慧跟福报 苦来了 你不以为苦 那么你有福报的人 你根本就不会受这种苦 不会有 你像应孙导师 老了 病了 人家抢着照顾 整个团队在照顾他 他要受苦 人家都不舍得他受一点苦 如果你就算你有很多钱 那么 你以为人家 人家为了得到你的钱 我告诉你 他会叫你早点走 我告诉你 真的 觉得你 你 会让你受的苦更重 那么 所以你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所以我看见很多年轻人 他就是担心为了老的时候 病的时候 怎么办 所以 整天就想着 要赚多一点的钱 要有自己的地方 自己做主的 不是人 真正可以自己做主的 就是自己有智慧 可以坦然的面对 这个一切的境界 而不执着 你连你的身体都不执着 你哪里会执着老病死 身体的变化 对不对 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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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苦 释迦摩尼佛 受唇头供养 中毒拉肚子 不苦吗 苦 他也老也苦 他也事先给我们看 他也经过老病死 释迦摩尼佛是经过老病死的 他80岁还是居士 那又十几岁他就被痛 舍利佛也是经常生病 舍利佛也是经常生病 那释迦佛也是 就常常被痛 他也是经过老 然后经过病 到要命灭盘之前 还中毒 食物中毒 然后没有吃 就一直走 走过去 还是一种红法 你看 但是他苦吗 他其实他不苦 那么所以 那因为这样 所以他在 他就跟大家讲 遗教经里面讲 这个身体 其实是有很多的苦 所以这个身体可以舍掉 不再轮回 这个是最好的 那谁会贪恋这种身体呢 不会啊 是不是 因为知道他老病死 所以你就不贪恋他 你照顾他 但是你不练着他 你不会期待一直拥有他 没有 因为你有正确的观念 那如果没有 欸 怎样 可是我要做电子 做到 生苦 心不苦 所以你就是要修行啊 所以要在这个机会 他不是一下子做到的喔 就算我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 但是就慢慢训练啊 真的要慢慢训练 你就是要做到 生苦心不苦 那么有两种 一种就是身体的境界 一种就是 心理的境界 基本上是这样 比如说好 比如说好 举个例来讲 我只是举例啦 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会生病嘛 比如说我前不久 比较常看的一个就是牙齿 爬牙会痛啊 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管那个苦 痛的是谁 痛是谁在痛 从哪里痛 你那个时候就要做到 生苦心不苦 就是牙会痛 但是我不会痛 可不可以 真的可以 我是这样训练的 你要这样训练喔 这是第一个 比如说好 比如说我最近都找闪到腰嘛 闪到腰很辛苦喔 那闪到腰去用腿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 本来就苦了 你去用腿那时候 他出了 又会痛 那是痛得 脱掉的人 又不能挨你 不是说不能挨 不能挨得太大声 那也不要挨 他说这样 修行啊 不能忍耐 所以 所以 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 但是我有 其实我还蛮能忍耐的 就是说 但是 有时候就是 一个就是比如说 像我最近的两个 比较先客 先 就是经验 就是说 好 第一个 是巴雅 那巴雅有一种很特殊的经验 就是说 还没饱饱你就开始在怕 真的 你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 你去用腿那边 你的腿才会痛 你才会怕 你去给人家瞧 对 果输果辣 他要弄到痛了 你才会怕 会畏缩 但是巴雅不是 嘴张开的时候 就开始怕 不晓得为什么 真的 你就觉得 他都还没痛 为什么 我们就开始先痛 牙齿还没痛 那个是神经痛 那个就是来自于过去的经验 那么 他还没真的痛 我们就痛起来再等他了 就一直觉得会有多痛 会有多痛 所以大部分的痛 都是心里面夸大起来的 你还要想这件事 那我就说好 那佛说观受是苦 那这正是一个机会 那我们知道观受是苦 那么他叫你观嘛 受受想行事 有没有 受如什么 巨末 受呢 受如水泡 好 好 好 现在正是机会 来观什么 叫做受如水泡 那受如水泡 是什么意思 这个下雨 他是受刺激 这个 这个是我的经验 那有效 真的有效 比如说这里是水 然后雨 雨 一个水滴下去 进到这个湖里面 他会起一个泡 有没有 那么我们 一样 我们这个苦是因为有刺激 有没有 那么我们会起一个感受 跟陈氏赫尔森 处嘛 处聚受想失嘛 有受嘛 好 那佛说叫我们观五蕴 色如巨末 瘦如水泡 那受基本上苦受 热受都是 但是苦受是很明显的 那你平常在那边打咒 色如巨末 瘦如水泡 想怎么样 你观不深刻 真正苦受来了 你去观 佛说瘦如水泡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 因为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他还没打 你牙齿张在那边 你就开始 开始很紧张 开始觉得 会很痛 说还没痛 你就觉得会很痛 真正 真正那个拔牙的东西 接触到牙齿啊 你就更痛 其实也还没痛 但是他会先打麻醉 当麻醉 那个针打进去的时候会痛 但是后来牙齿 牙齿抹的时候 即使在拔的时候 没有那么痛 但是你还是心里面很紧张 那等到牙齿拔完了 麻醉退掉 又开始痛 但是他会给你吃止痛剂 但是如果你受不了 你就吃 如果你受得了 你也不要吃 你就去 用这个机会再关 他瘦如水泡 真的可以关 那你就 你就开始关 那个瘦到底 那个痛到底是 从哪里生起来的 是牙齿痛吗 如果是牙齿痛的话 那也只有牙齿在痛而已 但是实际上好像又不是牙齿痛 那跟心也没关系 对不对 跟心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 那么紧张 那么害怕 因为是牙齿痛 或是牙神经痛 又不是你在痛 那你为什么会那么害怕 那个痛是从哪里 那个痛感是从哪里生起来的 那个水泡是落在哪里 那个水泡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那个痛的水泡 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你去想这个 当你只是在想这些的时候 你那个痛感就 不会那么在意 因为你只是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痛就没有那么明显 真的 你这个时候就去关 痛如水泡 痛如水泡 瘦如水泡 那个痛就是瘦 就像水泡一样 它是你的心去加持 你的心去加持 它不断冒出来的 那像我将近有一个月都去给人家 因为散道很辛苦 连方的身都非常辛苦 然后就去给人家看 然后它凸凸得很大 我听 那我们又为了保持形象 又不能叫出来 但是也不需要叫 你就去想 那个痛 开始在想那个痛 那个痛到底是 从哪里生出来的 是哪里在痛 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痛 所以有一次我跟那个 他们护国士也很好心 我去台中三个 他们带我去 说他们那边有一个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 那他整个人站上去给你压 真的 然后 然后 他们每一个比丘米都叫得很大声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说 师父你怎么都不会叫 你怎么都 是不会痛吗 我说会痛啊 但是我教你 就是你要去关那个痛 他正在痛的时候 你去关那个痛 那个瘦 那个瘦 那个痛的感受 瘦如水泡 那个痛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当你很专注在想这个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痛 就是 痛也是痛 但痛不是你在痛 是这个身体在痛 但不是你在痛 这个怎么说才好呢 他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 你试试看 那我们可能很常有这种机会 就是说 生病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那像我有一次 像我有一次 这个也是 我有一次 这个半夜 起巡麻疹 巡麻疹 都是在半月的 好像抵抗力减育的时候 他半夜 起麻疹 你很痒 非常痒 你不抓 非常痒 你抓了还是痒 可是抓了会比较舒服 但是越抓越痒 越痒 越痒越抓就是这样 可是半夜 你又不能去看医生 半夜 你要叫人家载你去 那大概 我记得是12点 1点 那个时候 你要叫人家载你去 你又不行 人家医院 你挂急诊也麻烦 因为我们住在 屏東乡林市那边 那边那个医院 也不是像 你随时有那种急诊那种的 所以你就要忍耐 因为忍耐也忍耐不了 所以就 你开始做起来 关 是谁在养 从哪里开始养 那个兽 你就关那个兽 真的 因为你就想那个养 因为你越怕养 他越养 你越怕痛 他越痛 就是他的痛的 痛的那个痛感 或是那个养 养的那个受不了 受不了是心的状态 就是你的心一直加持他 他就越来越多 越怕越有 所以你就开始关 他能有多养 我要看你有多养 我要看你有多痛 那个时候反而没那么痛 那你再去关 那个养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那个养的感觉 是怎么形成的 用佛说关这个兽 受想行事 那么我们常常在讲 处罪受想失 跟成事 这个身心 这个身体 他这个养 他那个养的感觉 他怎么跟这个心 这个心怎么去了解这个养 他为什么会对我们造成 他怎么样 他这个整个心里 这是怎么形起来的 那你去想这个东西 想啊想啊想啊 仔细的想 你当你抓一下想这些时候 那个养的感觉 跟痛的感觉 没有那么明显 妈妈妈 我就记得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半夜了 然后就开始 因为养的受不了 你越怕养越养 越受不了越养 就没办法 你又不能抓 抓很舒服 但后来就更养 因为他会扩散 然后红 就更养 所以就做起来 开始关 所以佛法很好用 就是这样 他是关 是谁在养 这是一个 然后 这个 关瘦如水泡 这个养就像一个水泡 就感觉到养 就一个水泡浮起来 全身有各地各地很多雨 各地各地的水泡浮起来 就全身养 全身养也只是一个心在养而已 对不对 因为那个触觉 好 那么你慢慢想慢慢想 你就观察那个养 那个养的层次 那个养的程度 那个养的感受 那个跟心的一个结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关啊关啊关啊 不养了 神的就不养了 那么就不养就这样 就睡着了 本来睡不着 不养之后 你就仔细观察那个养 观察那个养 那你会发觉到真的就是 那个感受就是一个一个 身体又消失 身体又消失 水泡啊生灭 就这样 但是他持续 他持续 他因为心本来 心我们的心本来就叉那生叉那灭的 所以那个心索也是叉那生叉那灭啊 那个水泡也是这样啊不是吗 也是这样 你要好好想 因为你真的实际经验来了 你不用这个去想 但是没有的话这样讲 都有一点点空泛 不感受不深刻 那你就刚刚好来 静界来 把佛法拿来用啊 但是后来早上去睡着 睡着了起来之后又开始痒 但是痒就去看医生啊 为什么 等到八点 那时候不会抓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怎么控制了 还是痒 还是痒 不是现在就好了 没有 他没有好 但是那个时候克服了 睡完觉起来 还是痒 但是你会控制 你不会去抓 但是就等 等到八点的时候 他开始看嘛 就去挂号 挂号 就坐在那边 也是开始想 因为医生 你在外面还要等啊 不是马上看你啊 就等等 等到医生叫你的时候 给你回来吃药 也没那么快好 那没有多久就好了 那这整个过程 你会发现到 你会发现到 大多数的痛苦 丢 这一些感受都是心加持上去的 生是有苦没有错 但是 生的苦会加重 是跟心有关系 那么你就这样慢慢做到 生受 心不受 一开始没有办法完全不受 只是不增加他 不加持他 慢慢慢慢 生苦 你还是知道苦啊 你以为佛陀生苦不苦啊 他走到六 他也是跟阿难讲 我年纪大了 我要休息 那也要休息啊 口渴也跟阿难讲 他要喝水啊 那么拉肚子 也拉肚子了嘛 所以从子之后 那是最后一家 不再接受供养 不再吃任何东西 因为吃进去更严重啊 那么但是 他还是苦 但是他心里面不苦 因为 一折以苦是生苦 一折以喜 为什么 他要脱离这个身体的苦 他要灭反 他以后不会再 生苦也没有了 就是无以灭反嘛 有以灭反 就是生还会受苦啊 但是他已经要脱离了 所以 死对他来讲 就是真正的解脱 那我们就是要慢慢做到这样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经常会遇到 就是 会让你受苦的时候 那一种就是心的苦 比如说谁 谁 对你怎么样 骂你 你讲你 伤害你 讽刺你 那么你 这个身体不苦 但是心里面自己苦 生不苦啊 生不苦啊 他生日骂你 你耳朵会苦吗 不会啊 对不对 他会吃到你的耳朵吗 他给你脸色看 你的眼睛会痛吗 不会啊 但是心会苦 有没有 那个就是心自己加持 让他苦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但是你身体苦 但是你心 就加持到他更苦 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苦受是这样来的 然后慢慢慢慢 你就会 很 你开始 像 我第一次就是 拔牙的时候 我很害怕 我就去关 关这个苦 第二次 腰痛的时候 我就得心应手了 你知道吗 真的 你就很仔细的去看他那个苦受 那个痛 还是痛 还是痛 但没有那么痛 因为你心里面 正在想这个痛的生命 跟 跟一般 像有些 他们去看 就在那边 一叫一叫一叫 为什么 因为他在想那个 他就是一直执着那个痛 那你一直看那个痛的生命 看那个痛到底从哪里生出来 那个不一样 那个苦会减少很多 而且他不会造成你巨大的痛苦 那所以很多东西都是 心加持来的 你很好想这些事 他其实没有那么苦 那么你渐渐就可以做到 不是一下子做到 但渐渐可以做到 身受苦 心不苦 真的 你们可以试试看 生病的时候 甚至吃药的时候也一样 吃药的时候还没吃 想到那个药就吞不下去 哭啊 哭不下去 但是你越害怕 你就越吞不下去 你越害怕越吞不下去 那吃了越苦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见农夫耕田决定 就是他第四次 这是三次 第四次再出去的时候 那么 经过一块农田 然后看农夫在那边跟田 决定 那跟田决定就是把那个 他有牛 然后有一个梨 然后把 那么农夫在后面打牛 那牛在前面推那个梨 那梨过去的时候 那个土都挖起来 那你会发现到 比如说你在喷草 草草的时候 那么很多鸟都会飞过来 为什么 那草里面有很多虫 那你在挖土的时候 很多鸟也都会飞过来 为什么 他等着吃从土里面挖出来的虫 所以 释迦佛就看到了 这个 山沙猪虫 这个鸟啊 真先寵后 要去 要去吃那个虫 他就看到 要众生彼此相杀 就这里讲的 这里说的这个 众生的自相残杀 讲这里 他讲到众生的自相残杀 就是 那么农夫耕田 那么决定 那么 用梨翻那个土 那个土起来 那很多鸟都等在旁边 吃那个虫了 那个虫也想不到 他在土里面 也会被翻出来 不知道 就被吃掉 那鸟为了吃虫 也是要信真的 他不是说 这一次大家分配好 没有 你有没有吃到 有吃到 因为虫也不是跟鸟的树木一样 所以也要真 也要真 那么 那么心就觉得 哎呀众生 众生互相伤害 为了生命 为了彼此的生存 那么畜生到处是怎样 畜生到处是怎样 那人有一部分是这样 天人就不会了 那么 那么 人 人跟牛也没有比较好 那个虫跟鸟 虫跟鸟 那么当然是鸟吃这个虫 那么 这个 人 人跟牛也没有比较好 人跟牛 人流着满身汗 因为热 印度天气热 那个牛也是 船啊船啊 也是流着满身汗 人流的疲劳 都是苦 虫也苦 鸟也苦 人也苦 牛也苦 他看得到就是畜生道跟人道而已 那如果真的 你在有神通 你看见鬼道第一道 那个也是很苦 更苦啊 我告诉你 那更苦 那么都是辛苦 所以 第一个绝叫做绝苦 绝苦 那你要知道世间是苦 世间是苦是因为无常 他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变化 终究 终究是苦 所以 观察中 他 他还没去花园 他看到这个现象 你看 我们看到苦的现象 别人苦 自己苦 那你想 别人苦 你不会观察 自己苦 不会观察 那没办法 你自己在受苦的时候 你要观察这个苦 比如说我们拔牙的时候 痒的时候痛 你要观察这个苦 你自己要学会观察自己的苦 然后还要观察别人的苦 因为别人的苦 有可能成为你的苦 那你 苦真正来的时候 你也要会观察 苦还没来的时候 就是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你就要学会观察 所以有两个嘛 一个就是 苦还没来的时候 你要从别人的身上 观察到 我会不会受这种苦 那么 我如果受这种苦 我要怎么样应付这种苦 解决这种苦 解脱这种苦 那等到真正发生在你身上 有种种苦 境界的苦 那么境界的苦是什么 我们就说 深苦跟辛苦 就是 人的问题 外物是人事物的问题 这个人 讲的话 对你的态度 或是工作上 常常欺压你 或是你应该得的利益 或是他轻视你 鄙视你 鄙视你 毁谤你 种种 不是身体上的苦 是心理上的苦 那么你生活 摩生不易 生活艰难 生活上的苦 所以身体上的 生活上的 人事上的 有种种的苦啊 那么这些苦 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你就要观察 我可能也会有这种苦 可能有 可能没有 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来不来不知道 但是 众生都具有这种苦 我在众生当中 不能免移不受苦 你要了解 那么真正苦来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就要观 所以为什么要告诉你 观如病如庸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为什么要叫你观这样 让你不执着啊 本来就有啊 那么让你要除不苦啊 所以要叫你观摄瘦想 就是观身心嘛 苦不还是身心而已 摄瘦想形式 要叫你去观嘛 那你只是观的时候就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苦 现在苦 未来苦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 过去现在 未来 内外 好丑 粗细 远近 它叫你从各个地方去观察 瘦瘦想形式 都是这样 如果是瘦的话 那我过去 比如说我为什么还没拔 还没拔牙 我就会痛 我拔过也我知道痛啊 所以过去那个苦 过去那个苦已经过去了 但是它马上 因为记忆它被换起来 所以你才会紧张 那么正在拔的时候正在苦 那么拔完牙了 你一直 那个苦还一直 一直想着 还没有退去 所以你又觉得 一直很痛一直很痛 那么所以 这些种种的你就要想 我们的心所是怎么运作的 它不会就是叫你怎么观这个身心 身心的变化吧 所以缘起是 你就把缘起拿来用啊 四明射六路促寿 根成事 现在是生根 牙齿算身体 生根 根成事 有这个境界 有这个拔牙人在帮我拔 然后这个 这个 连结到我的内心 根成事 我的意识分别 我的意识是先截取过去的经验 加上现在的期待 然后加重现在的感受 就是过去的印象 现在的 现在的期待 还有现在的感受加在一起 就形成我的苦受 那不就是这样吗 处去 受降失嘛 根成事 明明行 明射六路 处受 处受 然后你加重了 变成爱 去 就这样 那你会有苦啊 那你好好想 明明起来看 你久了久了你就所有的境界 所有的境界 你都会从缘起的角度去看 那个时候 你就比较不苦 你就会比较不苦 因为你的心在什么 在法上 而不是在身上 在苦上 心一直在苦上 哪里不苦呢 对不对 如果一样是一个大便 一样是一个大便 你出门看见大便 每一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你出门看见大便 你会觉得很倒霉 那么有些人就觉得 喔大便是黄金 我看见大便 我今天会发产 蛤 对啊 就不一样啊 一龙龙看见大便 那是肥料 拿去做肥料 每一个人看的不一样 那么都是由心 所以叫做心生种种法生 有没有 一样啊 一样 所以我们好好了解到 假设我们会因为这样取苦 那我们是执着了什么 错误的执取了什么 一定是跟移民跟贪爱相应 你才会引发苦 那么你说要完全去除 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你可以一部分的去除 所以啊 你就借这个来修行 很好修行 我告诉你真的 那么 不用 我们再来看 看这个 第二个是见龙路耕田决定 善杀出走 那么心生悲痛 那么人流疲劳 俱世辛苦 所以他马上 释迦佛一看到这个心里面 也是悲痛忧愁 他也是啊 那么他马上冷静下来想 他坐在岩浮树下 岩浮树下想 那么观察重苦 就开始观察苦 因为你看 观察苦可以观到路定 为什么 不是苦可以路定 不是哦 他是观察这个苦 观察这个苦是心专注在这个苦 这个现象上 就好像你专注在呼吸上一样啊 这个心非常的专注 那后来就会这样路出禅 所以他在还没有去修禅定之前 他已经有出禅的经验了 那么他怎么想 这个就是指 这个就是观 他心里面就在想 他心里面就在想 这是什么 那 想自有老病死 就是说 他看到老病死 他很怕 他忧愁老病死 害怕老病死 所以 他说 他看到老病死 是看到别人的老病死啊 对不对 他不是看到自己老病死 他是看到别人老病死 害怕自己 害怕自己 未来会有老病死 他是这样 所以 他就在想 那么 你未来自己 我又有老病死 那你为什么要害怕 看到别人老病死 会厌 会起厌恶 厌离 那么 你为什么好厌 厌恶的呢 厌恶其他老病死 啊 怎么会看到这种人 怎么会看到这种事 不是 怎么会有这种事 那么 你要想一想 你未来 你也会有老病死 他会发生在你身上 那么 你必须要趁还没有老病死之前 你就要去训练自己 可以 可以面对老病死 那像我们这样啊 一样啊 我们还没有苦来之前 我们要 从小的地方开始去训练 我一有苦 小小的苦 我就去训练 佛说 诸受是苦 没有错 确实诸受是苦 你看 以前这个我不以为苦 现在我以这个为苦 热受会变苦受 那苦受 不会变热受 还是苦受 那你就想说 一切是尖尖是苦 你渐渐肯定这个话 苦地你慢慢具足 你慢慢具足 这个苦 真实是苦 那么真实是苦 但是苦会引起我忧患啊 会引起我忧愁啊 会引起我痛苦啊 所以你要仔细去观察这个苦 你执着这个苦 你才会在苦中受苦 你不执着这个苦 苦归他苦 苦认他苦 就老病死也认他老病死 你不怕死 你知道你会死 但是你不害怕死 你知道你会苦 但是你不害怕苦 你又做到这个样子 所以他开始说 这个假设 你自己有老病死 那你还厌他老病死 这个是愚痴的人 没有智慧 那另外一种就是 你自己有老病死 你害怕这种老病死 他就是你自己的 就算你身体的一部分 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是你轮回的一部分 你害怕他没有用 你害怕他没有用 就好像有一个笑话说 你的头发为什么越来越少 那我就担心啊 你在担心什么 他担心我的头发越来越少 你看 他就循环了 是不是 我因为头发越来越少 我就越来越担心 那因为越来越担心 就让我头发越来越少 就变成这样 当然我的头发少 不是因为担心来的 然后 那这个是 所以 这个是愚痴的人 就是说 你在苦中 你不会离苦 而是在苦中 还受苦 那这个是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去观察 那么 第五个 第五个 我们把这个讲完了 再下课 那么第五个 他在这里做完了之后 那么 那么 没有多久有一个出家人来 那么 他看到出家人 他见过 他是什么的 他是沙门 是出家人 还有这种人 他说 那就问他 他就问那个出家人 那么如果从 从佛所行政来面 这个都是幻天变化的 但是我们不要讲到幻天变化 我们就说 他真的是见到一个出家人 他就说 那你为什么要出家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就是为了解脱老病死 那么跟他相应 跟他相应 跟他相应 后来他回家的时候 就跟父亲说 他要出家 就是这样 那到金融王 金融王当然不愿意 所以他才偷跑 半夜偷跑 所以做沙门要求解脱 他的出家的因缘是从这边来的 好 那么大家回去 其实 因为我们有机会 很常常有机会受苦 不管是境界的苦 人事物上的苦 还是身体上的苦 像生病啊怎么样 像我常常最近腰伤 也常常苦 但是你就是 小苦你就要观察 小苦你就要观察 观察你正受苦的时候 当然你还是要看医生喔 你不用说 我说观苦他就会不见 他不会不见 因为生理现象是这样 那么但是 你就要去观察这个苦受 就借这个机会 这个时候你 这个时候你跟一般人 只是书上这样看过不一样 因为你是有深刻的体验 观这个受 你是真正观过来的 那么你可以克服的话 那么你就算你没有解脱 你也嗆解脱了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方法 你知道 哦 你在以后再看到阿安间 就看到佛说 诸受是苦 或观受儒 受儒水泡的时候 你会很深刻 你那种深刻 不是说 一般 一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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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佛法 就好像写在沙滩上一样 那个海水一来 就是那个烦恼一来 那个佛法全部不见 都是烦恼 没有 没有 没有佛法 就被扶平了 被烦恼用不见了 洗的烦恼就全部是烦恼 但是 你这样关的 不会 你就是磕在木头上 磕在 后来磕在石头上 磕在木头上的 水 淹过来 它 木头这个字还明显 它不会一下子不见 那我们一般学习的佛法 知识上的 表皮上的 你知道吗 所以 它不深刻 但是你把它拿来用的时候 这个叫做文师修的修 我们通常只是文而已 那你没有深刻的思考 深刻的思考 没有运用在现实的身心上 所以 那个就只有文师 没有修 你运用在现实的 运用在现实的身心上的时候 那个就更深刻 那个是磕在石头上 絲是磕在木头上 圆只是磕在沙滩上 到正的时候 那个就磕在甘板上 真的 那你要好好想这些事 把学习到的佛法 就拿来用 但是你要常常想 很像我在痛的时候 我就想 佛 因为我常常在教课 观 色受想行事 那 要怎么观呢 这可以观吗 那如果要观 那个受是怎么样 感受很新 很明显 苦受很明显 那 过去 现在未来的苦受 你 你会看得到 很明显的看得到 那 这个时候 你的心又怎么运作 你就仔细在想这些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一般的人说 事件事苦的时候 那么 猪行无常 事件事苦的时候 是 表面的而已 印象不深刻 但对你来讲 你在第一 你在观过 就是修过 你再来看这个诸寿事苦 或是 受如水泡的时候 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个感受 那个法的深刻 法的力道是不一样的 那 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微笑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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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吉于切 不吉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 皆共存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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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